来看一下这个参考解答的部分 我们按Ctrl加Enter 先看一下 它这个是一个形状的特效 那你会发现 它的播放的方式 首先会从 第一个是一个花朵的形状 再变成一个圆形 然后再缩小回来 再变成一个这个形状 那不断的再反复播放 那你这边可以可以比较重复 播完这几年 就到这里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参考一下这个 这个参考解答里面 大概需要做出来一个特效 这边总共有几个影格 91个影格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 如果根据参考解答里面 必须要在31 跟61 然后再来就是 再来91的地方 做几个这个图形 那这个图形的部分 在这个31的部分 我们要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花朵 那颜色的话 根据题目的要求 题目是希望我们增加这个颜 颜色的部分是 在这边 颜色的部分 它希望我们加上的是 FFC700 有点黄色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一个圆 那圆比较简单 你就利用这个画圆工具 图形工具 就可以画出一个圆 并且加上颜色 再来就是说 往91的部分 我们再加 这个要做出一个多 这个所谓星形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边有一个 所谓的多边星形工具 就可以画出来 然后星形部分呢 前面还有一个点 所以这地方的话怎么来做 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说呢 开启这个FLD02 那首先的话 我们根据这个题目的要求 我们在30的地方 第一个题目要求就是说 我们先第一个设定背景的颜色 背景颜色 我们先设定一下 比较容易一点 那背景的颜色部分 我们用选取工具 点一下这个背景 点一下背景 首先的话呢 它的大小 这边没有提到 只要更改颜色 跟这个影格速度 那背景颜色的话 你这边把它改一下 它要我们这个是3366cc 所以直接输入3366cc Enter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大小不用改 那影格速度已经是30 所以也不需要改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就完成第一题 第二题的话呢 于形状图层 形状图层 我们找一下在这里 形状图层的影格30 加入一个空白关键影格 所以记得在30 可是这个题目比较特殊 参考解答是在31 那我们根据题目30在这里 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呢 空白的关键影格 空白的 记得 因为里面没有物件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等一下加入物件之后 就会变成关键影格 所以这边的话 插入一个空白的关键影格 那这个时候呢 里面应该是空白的 因为里面没有物件 30个影格的地方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加入一个什么呢 加入一个花朵的形状 那这部分呢 它这里要我们做 宽跟高等等的设定 首先的话 怎么样画一朵花 你可以第一个 利用椭圆工具 椭圆工具 椭圆工具点下去之后呢 接下来 在那个框 线条部分呢 就是要选择没有线条 所以斜线这个红 就表示没有框线 那再来的话呢 颜色部分呢 它要我们做的是这个 黄色 3366CC 跟这个这样 FFCC00 Enter 接下来的话呢 我画一个桃圆 那大小你先不要管 没关系 最后再来调整就好了 先拉一个桃圆 那大概 跟刚刚看到那个桃圆 类似 类似像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桃圆之后呢 用挑选工具 用选取工具 黑色这个选取工具 选它之后呢 我要做什么动作呢 因为我要产生另外旋转 并且其他的花瓣 总共有几个花瓣呢 总共有六 总共有十二个花瓣 那我可以用这 这边可以用四窗里面 找到对齐 对齐里面有个变形 变形这个地方呢 记得找到那个旋转的地方 那因为总共要旋转六 总共全部有六个角度 所以除以三 除以360度的话 那每转一个角度是几度呢 是30度 每转一个角度30度 接下来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个很特别的按钮 很小一个在这边底下这里 复制并套用变形 这个地方呢 你把它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 复制并套用变形 它就会自动转30度 并且复制一个新的 而且在同一个圆心上面 所以你可以按五次 一二三四五 好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花朵 那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花朵整个旋取起来 整个旋取起来之后呢 再去调整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宽的话呢 要我们设定为这个240 所以这边的话输入240 宽跟高度240 所以呢直接输入240之后就完成 然后呢 接下来水平的位置要在100 X的部分100 Enter 再来的话呢 对齐 垂直的部分呢 记得要对齐这个五台 点下去 然后呢要垂直至中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垂直中心点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二题 第二题 花瓣的部分呢 就完成 花瓣的部分就完成 不过感觉跟原来的 你可以稍微比对一下 或许这个椭圆 可以再瘦一点点 会更像一些些 不过它大概要我们做出 这样的效果就可以 接下来的话第三题 六型影格这地方的话 一样按右键 插入一个空白的关键影格 那画一个圆 圆的部分呢 我们先把颜色改一下 这个颜色部分 它要求我们是CCFF66 颜色指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用画圆 那圆的部分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这个如果说你要画正圆形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SHIFT的键 SHIFT的键 按SHIFT的键 有点类似像小画家 或其他软子都一样 如果你今天要画正圆、正方、直线 都按SHIFT的键就可以 按SHIFT的键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选取它之后呢 再做一些设定 里面包含就是说大小 我们要240 240 宽跟高都240 接下来位置呢 一样是在100 那垂直至中100 接下来垂直至中的话 我们可以用对齐里面的这个 垂直 对齐垂直中心 点下去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隐格数我们在90地方 在90这个隐格地方 点一下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再加入一个 所谓的心形的部分 那这边形状的地方 我们就直接按 它这里也是插入一个空白 观点隐格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出那个心形的 这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呢 在这边有个叫 矩形工具 点住 点一下 它会往下 会找到也比较多边心形工具 多边 也就是你要画多边形或者心形 都可以找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呢 颜色的部分呢 稍微改一下 99CCFF 这边的话改一下 99CCFF 好了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在选项里面点一下 选项的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去更改 你的样式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比较容易 要稍微找一下选项 这里原来是多边形 把多边形改一下